標槍飛彈從天而降 反制敵軍戰甲車效果顯著 這是我軍反裝甲戰力 為了因應解放軍 我方再向美國採購 但進度大塞車 原定今年要交四百枚 現在卻一枚都沒有 這個階段的確 我們惡物戰爭還有疫情 這的確會造成影響 國軍還是戰場 不會以這個作為藉口 就兩手一攤 我們都很努力的 各軍眾真的很努力 拜託各位不要誤解 標槍飛彈是巫二戰爭中 巫軍的重要武器 但部長講的還有 美國受我高效能反裝甲飛彈 也就是脫式飛彈 一計畫今年要交付四百六十枚 一樣是不見半枚 最後期限是沒有變的 它是今年可能有些晚 明年就補上來 所以我們就在這一方面 坦言定進附了 只能繼續催貨 而標槍飛彈將研製明後年 各交兩百枚 怕的是惡物戰爭未見消退 依然可能影響對我方的供貨 蔡英文總統跟他的國安團隊 應該好好思考 用最好的方式來保台 而不是天天只想用抗中 來換取選票而已 預算識別沒有達標的 還有空軍侵權鋼艦36座基保案 今年執行數掛鈴 面對台海進入新常態 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智庫 建議國軍應該及早修訂 明確清晰的作戰計劃 第一線人員才能夠正確應對 已經在定得很清楚了 但有時候我會講 有戰術的運用 我們不能談 他怎麼來我怎麼打 軍事行動沒有這樣來表達的 好不好 尤其是大庭廣眾 現役人員絕對不會參與 這些討論的 就軍所奮起 面對中共在周邊持續灰色侵犯 邱國正態度沒有模糊地帶 一貫的保密到家 近新聞 李廷 方伯鋒 廉智豪 採訪報導